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婆婆在厨房里狠狠剁着肉馅 我奔向女儿 原来是塑料夹子夹住了手指 赶紧抱起秋秋 又揉又哄着 秦杰走进厨房 妈 妈 孩子夹住手了 婆婆没听手 也没回头 刺耳的声音传过来 夹住就夹住了 又死不了 秦杰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我抱着女儿走进卧室 坐在床边 看着满脸泪痕的秋秋 心里揪着疼 秋秋是远房亲戚的女儿 我们抱来养的 我和秦杰结婚五年了 一直没有孩子 公共去世得早 婆婆没有在嫁 单独拉扯秦杰长大 所以一直盼望着能早日抱上孙子 去医院检查 我和秦杰都正常 只是我的卵子成活率有点低 大夫建议吃中药调理 可吃得我闻见药味就恶心 肚皮也始终没有鼓起来 瀑布起初对我关怀被治 不让我踏进厨房一步 说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一点也不为过 秦杰都说家里供了喂姑奶奶 可久而久之 我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婆婆就换了一张面孔 开始对我指桑骂怀 秦杰好言相劝 有点收敛 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开始了 我心中的委屈 无处说 就经常跑回娘家 我妈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一会儿偏方的 一会儿又拉上我 去庙里烧香拜佛 终于有一种说法被妈妈打听到了 抱养一个孩子 容易把孩子招来 四处打听 打听到一个远方亲戚家里第三女儿刚出生 我妈托亲戚说了几回 才把他们第三个女儿抱过来 约定如果我怀孕了 再把孩子送回去 抱来孩子时正值秋天 小小人粉装欲拙 给她取名叫秋秋 婆婆也很欢喜 她对秋秋很好 小孩子贴身的小衣服都是她缝制的 嫌尿布湿不透气 一直用纯棉布的尿布都是她洗的 可是孩子长到两岁半 我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 婆婆对秋秋和我立马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家务活 做饭 婆婆通通甩手不干了 情节看不下去 想去帮忙 被她以各种借口叫走 对孩子的哭闹更是视而不见 情节也一直嚷嚷着把孩子送回去 我一直不肯 不仅是心存一线希望 还有就是养了秋秋两年了 舍不得 秋秋已在我的怀里 哭累了 睡着了 情节推门进来说 老婆 别生气 咱妈就那样 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知道 我甩开了她的手 没有吱声 对于情节 我是有怨气的 她原来在水泥厂化验室工作 但微笑意不好 想另谋出路就辞了职 可是从小在婆婆的保护下 她又吃不得半点苦 在家游荡三个月了 每天不是睡大觉 就是和院里的老女人打麻将 每次被我逮到 就信誓旦旦保证说再也不打了 可下次照样混吃等死 时间久了 我都有点麻木了 学乙在床上 看着秋秋的小脸 心中很迷茫 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到头 情节接着说 这两天 妈说有点闷 我陪她回老家走走 秋秋你看咋弄 要不送到你妈家 我抬头看着她一眼 有点疑惑 老家一直在搞露面基建 灰尘扑面的 以婆婆的个性唯恐避之不及 这又要说回去 不知道他们母子俩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自打情节母子俩从老家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他们母子俩经常嘀嘀咕咕的 只要我一出现就马上住生 问情节她只说老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也就没有深究 一天 同事小桃 火急火燎闯进办公室里找我 一进来 拉着我就走 要我骑上电动车 跟她往人民公园去 路上问她 她说看见情节 我婆婆和一个女的在逛公园 让我去看一下 我觉得有点好笑 转而有点惊慌 秋秋哪里去了 看见他们三人在凉亭里 那个女的穿着打扮 不像城里的人 一直低着头 看不清脸 情节站在凉亭的一脚抽着烟 婆婆坐在女人的身边 一边笑着 一边招手叫情节往跟前来 婆婆的笑容我是熟悉的 分明就是我和情节相亲时 她流露出来的欢喜 我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想问个清楚 被小桃按住了 她知道我一直没孩子 家里整天闹腾 叫我别急 先搞清楚状况 惊恐 不安 占据了整个大脑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的时间 回到家情节抱着秋秋在阳台上玩耍 婆婆的卧室门紧闭着 里面还传来说话声 吃饭的时候 餐桌旁多了一个人 就是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个女人 年龄不大 长得清秀 始终低着头 只夹着眼前的菜 有点局促不安 我问情节 他一句老家我妈的亲戚就带过来了 其他我啥也问不出来 饭后情节带着秋秋出去 婆婆拉着那个女人要上楼和邻居家打麻将 那个女人低声说 不去了 都不熟 俺帮嫂子收拾收拾 婆婆瞅了我一眼 眼神复杂 也转身出去了 我在洗碗 那个女人就站在旁边 她怯生生地对我说 嫂子 俺是婶子娘家本家的 前几天婶子和杰哥来俺家了 说是杰哥离婚了 过些日子让俺和杰哥结婚 今天来摸摸地方 我带入母亲 手里的碗也掉在了地上 一地的碎片像我的心一样 没有理会那个女人 我走进卧室里 埋头在被子里 泪水肆意地流烫着 情节抱着秋秋回来时 我仍然在哭 我带着哭声质问她 那个女人来干啥 你不要装傻 想逼我离婚 情节陪着笑脸 媳妇 媳妇 我是那样的人吗 别吓坏了孩子 我接过秋秋 她伸出小手 擦着我脸上的泪水 婆婆回来的时候 我直接冲进她的卧室 妈 我啥时候离得婚 我咋不知道 还得外人来通知我 婆婆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和我解释 你看 你一直不能生孩子 就要跟你商量了 我还能活几天 你和杰儿先离婚 成劝她有了孩子 等杰儿有了孩子 你们再复婚 行不 没有接婆婆的话 死死地盯着她 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抱着秋秋 摔门而去 身后传来婆婆 高一声 低一声的阴阳怪趣 我坐在楼下的健身椅上 头埋在秋秋的小肩膀上 抽气着 我不想离婚 不能离婚 离婚了我怎么办 我就没有家了 那会儿我也不知是怎么了 就一根筋的死活舍不得离婚 可不离婚 自己不能生孩子 也确实是事实呀 我哭得头晕眼花 也想不出办法 那个女人天天被婆婆带着 走西甲串东甲的 每天一起吃饭 进进出出 婆婆一副就等着我疼地方的模样 我也豁出去了 向公司申请了年假 天天在家和秦姐吵架 甚至大打出手 我拉开大门 冲着楼上楼下大喊大叫 说婆婆给秦姐找了个小老婆来 惊得左邻右舍都跑来看热闹 婆婆怕丢人 见事不妙 赶紧打发那个女人回去了 这场风波才算是结束 我心中一直不放心他们娘俩 就没让他们照看秋秋 未到三岁 幼儿园也不收 有时送到我妈家 有时带到上班的地方 同事们轮流照看着 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为啥我自己还死守着不放手 那段时间真的是脑子迷糊了 秦姐倒是真的创业了 开了一家复印店 主要接一些平面设计 数码打印 装订标书等之类的活 一开始他和我商量着开成夫妻店 我会平面设计相关的工作 可以省一笔开诗 我和领导谈了几次辞职 都被婉言拒绝了 加上公司的待遇 福利都不错 尤其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 所以我继续上着班 秦姐则招了一名设计员 叫林峰 他之前是在其他的复印店干过 所以是轻车熟路的 刚开始生意不好 秦姐需要跑业务 店里的事情就全部交由林峰处理 和林峰见过几次面 是个心思活络的姑娘 嫂子长 嫂子短地叫着 挺招人喜欢的 林峰之前的老客户也来找他做活 慢慢地就带动了福音店的生意 秦姐又租了两层的办公楼 招了几个安装工和设计员 他自己经常忙晚了 就住店里二楼 有时说是忙 我几天都不见他人 其实对于秦姐的生意 我是满心欢喜的 有时忙碌了 就不会跟着婆婆瞎折腾了 和婆婆之间自打那个女人走后 我们的交流更少了 但也相安无事 原本以为世子这样过下去也不错 偏偏这母子俩压根就不会让我安生 中秋节晚上 我和婆婆做了一桌菜 秦姐说好要回来吃饭的 左等右等却不见人 婆婆让我去店里看看 离家很近 平时都是她去叫秦姐的 今天她特意抱起秋秋 说她看孩子 叫我去叫秦姐 我本来不放心的 但又觉得婆婆今天很奇怪 有点疑惑 就自己去了 推开虚掩着门 一楼漆黑一片 只有楼梯口的指示灯在亮着 二楼秦姐的办公室敞开无人 还有一间是她睡觉的地方 从里面反锁了 其实我有点恐慌的 犹豫了半天才敲门了 好半天 门开了 男女做爱以后产生的味道迎面而来 让人作呕 情节有点意外和慌张 赶紧关上身后的门 可我还是看到了凌峰的身影 我瞬间明白了婆婆的险恶运心 回家吃饭吧 我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转身要走的时候 腿脚不听使唤 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睁开眼时 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婆婆笑盈盈地嘘寒问暖 我有点不适应 多长时间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我妈抱着秋秋 忧虑地坐在一边 情节处在床前 分辨不出她脸上的表情 我中度贫血 怀孕六周 医生说回家以后多休息 多增加营养 我怀孕了 多年盼不到的孩子 在这个时候来了 我悲喜交加 怪不得婆婆一反常态 进了自医院 好像我整个人都清醒了 我带着秋秋回到了娘家 我要好好想想以后的生活 秋秋终于给我带来了自己的孩子 我却高兴不起来 婆婆和情节做的事 太让我心寒了 婆婆想抱孙子 我能理解 可在她的眼里 我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压根不是人 看到我没有希望怀孕 先是使手段 骗来老家的女孩 要给儿子重新找老婆 更无耻的是 让我去亲眼目睹 情节的出轨 好逼我离婚 而情节呢 我和她也有过恩爱的时光 正是这些恩爱 让我一直舍不得离婚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 在要孩子的问题上 她就变成了妈宝男 对她妈妈言听计从 一直在敷衍我 甚至光明正大的出轨 也许她本质就是这样的男人 刚好我的不孕 更给了她出轨的借口和理由 和这样的娘俩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自己又悲哀又傻 前思后想不顾家人的劝阻 我忍痛去医院做了流产 我把秋秋送回到了她父母身边 是我太自私 期盼自己能怀上孩子 一直霸占着她 虽然不舍 但在父母身边健康成长 对她来说才是最好的 我坚决地和情节离婚了 没有理会婆婆的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辞职和姑姑去了深圳的印刷厂打工 我想换一个环境 换一种活法 孩子不是女人的一切 婚姻也不是 女人要更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会发现 你永远不会孤单 有一期时间 感谢观看